全球Need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在2025年 执政当局预计要达到的 我们的供电 它们的配比是2、3、5 两成是依赖绿能 然后三成是依赖 就是燃煤发电 五成是燃气发电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 其实燃气发电即将是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最主要的发电的模式 因此电的安全与稳定 其实是任何一个 现代社会发展当中的基础 也就是最根本的重要议题 它虽然有它的专业门槛 但是它称得上是全民议题 要不然我们现在 各位听众朋友 您是透过电脑或者手机 在听我们节目 可是您想想看 听了一个节目 大概快要一个小时过 可能您就要充电了 其实任何一个小动作 都离不开电 好 那我们现在碰到的议题 是我们的三个核电厂的 除一年限 都在2025年以前 但是大家对核电厂 还觉得 或许我们可以来看看 绿能表现的怎么样 核电厂的这个 大概一到两成的用电缺口 我们依赖绿能 可是燃煤电厂在全民共事 抗空污之下 其实呢 绝对只有越用越少的 这一个途径 因此燃气电厂的角色 举足轻重 今天会客室里面 我们要来聊一个 即将推出的 已经推出的工头 那个叫珍爱藻礁 珍爱藻礁的 这个它的工头主文就是 您是否同意中游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迁离桃园大潭藻礁海岸 及海域 那它有具体的把这个海域给 就是在工头主文里面 给写出来 并且呢 它其实喊出了一个 相当有力的口号 就是如果守护 七千年的藻礁 需要理由 听众朋友 这是一个什么事件 如果您回想起来 当时在前两年 其实我们在看深澳燃煤电厂的时候 同时还有一个争议的事件 就是这个行政 时任行政院长的赖清德 他当时就是有 以他行政院长之姿 喊出说 那个我们的天然气的接收站 的进度要加快 而这个第三天然气的接收站 当它的环平 在具体通过那一天 还发生环境权力的斗士 当时时任环保署的副署长 詹顺贵 他请辞 然后发表了这个万言书 其中就特别的在乎 这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竟然是盖在一个 七千年藻礁的这个重要的 这个生态区这里 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 这个珍爱藻礁的这个公投 保护藻礁 然后希望天然气 接收站可以签纸 讲了那么多 马上来为大家介绍 今天在会客室 我们邀请到的贵宾 她是台湾满眼新族 生态协会的专职律师 也是大潭藻礁 医务律师团的律师成员 蔡雅寅蔡律师 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请教您的第一个问题 是帮听众朋友问的啦 因为刚刚我所说的那个前言 大家应该心里面都会想说 哎呦 那这个天然气 我们未来占五成 最主要的这个供电 它会非常重要 那目前我们只有两个接收站 那这个两个接收站 在使用率上面是超过百分之百 达到百分之一百零七 也就是说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极为的重要 未来在这个占五成的发电占比 里面的角色举足轻重 那现在我们珍爱藻礁的 这一个公投 预计希望它迁离限制 迁离大潭这里 如果造成未来的这个接收站 第三个的这一个建造的 骑程来不及 可能会有供电风险 又还碰上台商破兆源的 这个投资回流 这个用电即将激增 所以您怎么样回应这样子的担忧 那我想要说明一下 就政府的说法 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主要是要供应大潭电厂的用电需求 那我们都知道 大潭电厂 其实就是说在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还没有盖好的状况下 大潭电厂现在是一个运作中的电厂 它现在已经有七部机组正在运作 那占台湾 影响台湾的备用容量率大概是12点多趴 就是说它其实是占比非常高的一个电厂 但是在三界还没有盖好的一个状态下 所以它未来要供应的是 大潭电厂的新增机组的 8号机跟9号机 然后还有一个运转中的7号机 它将来是会先停机 然后再改成那个复循环机组 所谓复循环机组的话 它是说把那个费热回收再来利用 所以其实它虽然发电量会增加 但是不见得会用更多的天然气 因为它是一个回收 所以等于说 未来它是要供应大潭电厂的7号机 跟8号机两个机组 8号机跟9号机吗 对8号机跟9号机 对对对为主 对对为主 那其实如果你从那个大潭电厂的那个运作时程 你可以看到 它的8号机预定是2022年运转 2022年6月运转 9号机是预定2023年的6月运转 那7号机划43先在2022年停机 2024年年中在运转 但是我刚刚有说它是用 就是它是改成负循环 所以其实用气量比会增加 所以真正可能会增加用气量 是2022年跟2023年年中 8号机9号机增加 但是那个三件它真正的完工时间点 是2025年的12月 这是在中邮回复立委成交华委员的时候 它说它2025年12月底会完工 那所以我们认为说 它本来说它主要是要供应大潭电厂 可是其实大潭电厂在完工之前 它就已经可以开 就是说它就已经三件还没有完工 大潭电厂两部新任机组 其实就已经要开始运转转了 甚至连后来改建的也是开始运转 所以我们是很质疑说 其实它是有能力去调配的 就是说OK 对然后这是其中一点 那第二个话从那个政府自己的规划 在经济部的资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的时候 政府所预估的倍转流量 是超过17%大概17.1% 那政府大家都知道 法定的那个备用容量的目标 大概是15% 就政府现在预定的 那等于备用容量并不是越高越好 就是说虽然说备用容量高一点 会比较用电 就是说更加的有保障 更加的没有问题 可是你如果过多的备用容量 其实也是一种投资的浪费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在假设因为迁址 那可能时程会稍微晚一点 那在这段期间 也许大潭电厂 你不要完全满载发电 电你稍微少发一点 就是少了2%的一个发电量 但是还是够用 还是有15%的备用容量 所以我们是觉得说 电力应该是会够用的 那大家有另外一个担忧 是对很多希望说台湾能够飞核 尤其是看到日本辅导核载的状况 对我觉得很多台湾人 是非常担心说 会不会因为三接迁址 那会影响到核电的那个期程 但我们也认为是 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台湾既有的三部核电厂 核一厂其实已经处意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了解这件事 那核二厂的话 今年他现在正在大休中 然后前几天大家如果有注意新闻的时候 核二厂的二号机大休中 核二厂的一号机 因为发生故障的事件 其实也停机了几天 那其实这段时间 北部是没有核电的 可是其实电力也是够用 并没有三接还没有盖好 然后北部核二厂在停机 两个都停机中 也当时的电力也是够用的 所以其实我们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政府所谓的2025非核 其实是核三厂的二号机 就最后一步运转中的机组 是2025年的五月执照到期 那其实可以看到 2025五月执照到期 2025的十二月底 三接才完成 所以其实三接完工的时间 跟核三厂二号机执照到期的时间 其实隔了超过半年以上 所以我们认为 其实政府的能源配比 它一定是有办法去因应 并没有说因为三级要演绎 就是说签纸可能会影响其成 就会因此核电厂不能 必须要演绎 而且更重要的是 核电厂执照到期要停 这是法律的规定 就是说你法律到期 就是说你不管你政策怎么样 你要积极节能 或是你要更认真发展再生人 那些你就是不可能说去违背你的法律 因为其实法律 虽然执照原本说可以申请展颜 那展颜在法律规定以后 是在直到到期前五年提出 因为展颜要确认很多的事情 那现在已经过了展颜提出的那个deadline了 对 因为展颜申请是要在直到到期前五年提出 所以等于2020那时候直到到期之前 就前五年就要提出 所以现在既有的核电厂 核二厂跟核三厂就不可能演绎 叫法律上是无法演绎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需要担心说 我如果支持三接签纸 是不是核电也会演绎 那我觉得这在期程上 或是说我们的需求上 应该是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 刚刚您谈到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基本上政府它的法规 有规定所谓 听众朋友你有想过什么样 叫做电够不够吗 其实在公务人员他们的心目中 就是依法行事 那就是备用容量达到15% 那您是以就是最近的这个情况来看 备用容量应该还是有机会 就是维持在15% 没有要降到什么13%啊 12%没有 对但这个有没有包含说有季节上面 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说用电高峰在夏季 因为冷气的关系 稍微补充一下 备用容量它本来就是在算那个一年之中 用电量最高的时候的那个状况 还有深的 那其实之前我经常是工研院的院长 其实也有讲到台湾一年的尖峰用电 大概是200多个小时 占2点多2.5%左右 所以他其实说我们要重视的是能源的一个调节 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永远要把那个电力弄到非常的满 非常的高 因为200个小时不多 一年有几千个几万个小时 就是如果政府能够更做好那个一些电力的一些调度 或是除能的一些设施 让我们度过这200多个小时 很多事情我们不用盖到非常的满 其实我们透过调节 让大家顺利度过那200多个小时 我刚刚说的那个是用经济部自己的资料 就是他们自己算 根据说既有的核电厂如期的厨艺 然后一些老旧的蓝莓电厂 也慢慢太久化在新的状况下 他们自己预估2025还有17.1%的备用容量 而三阶是在2025年底才会完全的完工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是没有问题 更何况如果更重视那个200个小时 一年200个小时2.5%的一个调度的话 说不定其实我们可以更不去影响生态 这个我们看到珍爱藻礁的公投 他依规定要提出的理由书当中 除了喊出这个很有力的口号 如果守护七千年的藻礁需要理由 作为一个大前提 让我们知道藻礁生成是得知非常不易的 那他也同时提出了九大点 那我还是要问一问供电安全 因为它是一个某种程度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最上位的一个主题 那可不可以请您首先谈一谈这个珍爱藻礁公投 它当中其实对能源转型也是具有意义的 我们先谈这个吧 好那首先供电安全 其实我们这个公投是希望三阶考虑签止 但我们没有指定说要签党 我们就是政府要好好评估 那为什么说要签止 除了生态之外 我们认为它在能源安全上是一个很不好的场子 主要是一个是它的海向很差 然后再次附地狭小 那海向差的话 其实过去在环平审查过程中 学者专案就一直提到说 因为桃园的地形刚好在那个地方是台湾 北台湾比较突出的地方 等于是台湾海峡比较狭窄的地方 那我们就知道说一个风 当风吹通过狭窄的地方 它的那个力道会变强 所以那边的风浪是非常大的 那过去只是大家的一个预测 可是在今年开始施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那个预测事实上已经变成事实了 因为在今年的三月跟十一月 中游的工作船都因为海向条件不好而搁浅 第一次搁浅 它说它是因为没有动力的船 就是那种要用缆线固定 四条很粗的缆线固定 结果被风浪吹斩 吹掉三条然后搁浅 那也刮掉了很多的藻礁 那最近一次十一月的搁浅 它也是说风浪不好 那是有动力的船 自己可以开的那个船也是搁浅 那我们就觉得从两次的搁浅事件告诉我们说 它真的海向不好 它不是大家推测不好 是真的已经发生死亥 那它没有搁浅的时候 在今年的我们那时候读环凭资料 今年的六月七月八月 它都跑去台北港躲风浪 天啊风浪真的很大 风浪很大 大家施工一半 然后那边太危险了 它就跑去台北港 光是我们读到资料 也许后面还有 那是因为我们在 它中间有一些阴影对策 我们去读它的资料发现哇今年还跑去 躲风浪三次 所以我们觉得海向这么差 如果你真的重视能源安全 应该要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第二个是我们觉得它的腹地太小 最早 对它最早原本规划的时候 说要把整个海全部都填起来 然后它要盖九个粗草 那因为后来我们跟它说 你不可以填海 这里有保育类的动物 它说好那我就缩小一点 那缩小以后因为它空间就不够 它就说它那只能盖两个粗草 目前只能盖两个粗草 未来还希望可以在海上再多建两个粗草 那那个海上的那个粗草 这个投资的所谓CP值 听起来不就很高 对如果你只盖两个粗草 它有可能破坏很珍贵的生态 结果你也不是很够用 那你为什么不去一个腹地比较大的地方 海上它未来的粗草 其实因为没有通过环平 那技术上是不是可行 其实大家也不知道 就是说你以前本来是规划盖在陆地 就因为陆地空间不够 它说还要海上两个粗草 那这些安全性啊 或将来能不能通话 都是为定的 而且如果你只能盖两个粗草 或是四个粗草 其实跟它原本希望的九个 其实落差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也觉得 这是一倍以上 对就是落差很大 所以我们就觉得它从能源安全 它不是一个好的场子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一直认为能源转型 是不应该去 应该是要去兼顾很多其他的价值 比方说应该要兼顾生态保育 文化保存 甚至国防安全跟公共安全 那以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因为它有很珍贵的藻礁生态 其实盖在这里就是破坏 我们的生态的保育 那它又有台湾非常独特的一个海洋客家文化 就我们一般台湾人 想到客家文化 会想到山客文化 客家三哥 还有童话那些 但是它这里就是一个很特别 就是说他们是靠海而居 就是跟田野跟海的一个 个海洋客家的文化 那我觉得你把这边的海汉破坏掉 其实对当地台湾唯一的海洋客家渔村 其实是很大的影响 唯一一个 对 就是永安渔港是唯一的客家渔港 对 因为大家都是什么山歌啊 小调 但是它其实就是海客 海洋客家 就是其实很特别 其实政府办过很多海洋客家文化计 然后可是就是你办活动宣传 可是你当你要破坏的时候 又忘记了那个客家文化的保存 然后从国防安全的话 因为它又是离中国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过去它那里传播很容易搁浅 因为它是有大片的藻礁 所以你大型的军舰非常难靠近这里 而且桃园其实我觉得对我们国防是很重要 我们的机场在这里 我们很多的一些重要的设施都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政府也是很看重桃园 因为我们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赶在桃园 也还是在那哦 对 那当它本来有一个天然的海防 有那么多的礁体在那里 其实大型军舰想要入侵 其实它很困难 它光是我们台湾外海这些藻礁就保护我们国家 可是你把这些藻礁 因为你建港你要挖掉那些藻礁 那那个就很好开进来了 对 天然的屏障就开进一个顺利的开进港口 那我们觉得是不太好 然后再来就是公共安全 因为三街它最早八十几年通过的时候 那时候附近没有那么多的工业区 那过了这十几年来 其实附近有非常多的一个工业区在兴建 然后那里有很多的化学物质工厂 甚至有非常多的毒性化学物质 那这个部分其实当初在环评的时候 相关的影响它是没有好好的去评估 就是它过关之后 其实也曾经有那个 就是蔡嘉义老师 他是台湾那种重大公安事故的 那个协会的理事长 那他有投诉说 他认为三街的那个 就安全的分析是错误的 就是说是有不好的分析 听众朋友 2020世界的十大新闻事件里面 大家都没有忘记的是 黎巴嫩的港口的大爆炸 那我们其实必须去思考说 在那个第三街目前预定在大潭这里 它里面一下就接触到工业区了 它很近 它就是旁边都是工业区啊 所以这化学物质啊 易燃物啊 就是它万一发生事情 我们是比较怕说影响到周边的工业区 而且尤其是它又被专家指出 它没有好好的去评估对周边的影响 就是它没有用那个最坏的情境去评估 那还有第三点是跟能源转型很有关 因为现在政府在讨论能源 常常都只讲到2025 所以2025马上就要到了 就是我们觉得应该要看更长远的 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 OK更长远的 就是说更长远的话 其实我们政府的能源 其实政策一定要去考虑 那个温室气体减量 我们现在的法律已经有规定 到2050年的时候 温室气体要减半 那这个目标其实 你不能只说我有一个政策目标 没有思考要怎么去达成这个目标 那天然气当然 它的那个碳排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是比蓝煤电厂还要少 但是它毕竟也是一个化石的能源 所以它也是会碳排的 那过去其实专家有 工研院也有分析过 如果说你要达到2050年 温室气体减半的话 短期当然是蒸气减煤 可是大概过了2025年以后 其实是继续的增加再生能源 可是连天然气都要慢慢的 逐渐往下走 就是要减少发电量 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重重重重到2025 可是你未来要往下走 那三接刚好是2025年底才会盖好 就是说它现在我们当然觉得 好像会不会电然气需要更多 因为短期要整齐 可是你冲到2025 其实是要往下走的状况下 我们认为说在这种状况下 其实你要更慎选说 我天然气电厂要盖在哪里 不要轻易的把一个 天然气电厂盖在一个 对于我们的生态 对我们的国防安全 或各种文化的保存 有冲击的地方 对 我觉得刚刚谈了很多点 我自己心里面特别有感受的 其实大家对于天然气最大 浮出脑袋的第一印象 常常就是说 它如果遇到了 因为台湾98%的能源的原料 都要仰赖进口 其中当然包含了天然气 那如果有时候我们遇到了 台湾的每年的宿命 那就是台风 而造成它船只无法靠港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用电会有 它要面对很大的挑战 调度上很大的困难 那我们想一想 今年这个六七八月 这个工作船就曾经因为 大潭这里的海上不好去躲 听众朋友 今年的台风躲不多 有够少 因为今年台风都有够少了 我们的工作船都还可能 必须要去躲海上 那大家想一想 如果台风到时候多一点 当然台风我们常常过了 那个都从东部来 过了一个所谓护果神山 中央山脉之后会血减很多 可是事实上 如果到时候台风 或是外围环流 对这个海上的影响 在今年这么某种程度 我们可以说是叫做 国泰民安的一年 都是这样了 更何况如果依照往常的情况 而且还有气候变迁之下 台风有时候它的那个强度 它的不可预测性 都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困难 那还得了 这个我们真的必须 好好的看一看 现在我们如果您一直想说 第三阶 我们现在要看那个真爱公投 真爱藻礁公投 最困难的那就是 可能会造成它的骑程来不及 供电安全有问题 那我们真的首先要面对的 就是说 这是不是一个合适的 这个船只靠港的地点 这个其实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 很多时政的例子了 对不只是推测 真的发生 是 那这个蔡律师 您觉得还有没有什么 其实是 之所以要推这个真爱藻礁公投 想要跟民众提出来 疫情的事情 就是我们觉得 其实藻礁算是一个 非常珍贵的生态系 就是其实参与的那些老学者专家 他们都有说 这种高纯度的藻礁生态 其实在全世界都非常的罕见 就是说不是只有在台湾很罕见 其实在全世界都很少看到 这种大面积 然后高纯度的藻礁生态系 它里面有很多未解之谜 就是很多发现很多新的那种物种 都还需要我们再继续去了解 它是一个生态宝库 值得我们进去挖宝 而且它所挖宝后的这个研究成果 某种程度可以跟国际共享的 因为国际间这个相关的资讯 其实是相对少的 对 然后而且其实它也是得到国际的一个肯定 就是说过去去那时候中医院的学者 有帮忙就是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然后送到国外去 然后去经过审查 然后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海洋保育组 就是叫Mission Blue蓝色任务 那他把它选为希望热点 而且是我们东亚第一个被选为希望热点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觉得 我们台湾其实很重视说 国际要让国际看见我们 可是国际看见我们把它选为东亚第一个希望热点 然后如果说选完希望热点 然后又被破坏掉 其实是蛮遗憾 尤其是政府过去有说 我们要做一个海洋民主国家 然后要向海致敬 那你这样子对外宣 对其他国家说我们是一个海洋民主国家 可是人家看到 大家都注意到的一个生态系 居然被破坏掉 而不是保护下来 其实人家怎么看待我们这个国家 自我的宣传跟实际上的一个作为 所以我们是觉得很希望政府 就做好一个海洋外交 我们三接的地点重新考虑 或者说在能源的一些做法上 有没有办法去度过 然后不要轻易的去破坏这么珍贵 其实全是国际上也在观看的一个珍贵的地点 对因为我觉得台湾社会对藻礁 某种程度是这几年才开始熟悉 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海岸 如果不是墾丁大街的沙滩 那就是在东部的这个花冬地区 好漂亮的清水断癌这一种 那对于这种藻礁的这一种海岸 其实是某种程度 就是我们认识的程度是相对低很多的 但是透过了最近几年 像各界有试知识的努力 其实我们也慢慢意识到 而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这个Mission Blue曾经把这里选为希望热点 那是经过评选 就是它不是很容易的 好像也是专家开会 然后审查我们学者提出来的一些资料 然后觉得真的有那个价值 就并不是很容易拿到的一个资格 对啊 而且其实我们在刚刚上一题 这个蔡律师也特别聊到说 某种程度它其实有很重要的国防意涵 对我最近特别有感触 每次在威胁我们 对我们那个共激 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个绕台的次数 大家都说那个已经叫做新常态了 那个已经好像不像以前 就是大家有时候五根手指头数一数 这个已经好像像新常态 每个月平均都有几次 所以这个意义其实值得我们留意 回头来讲 这个公投它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 在决定一个公共政策的机制 它有一个既有的旗程 那珍爱藻礁公投会在什么样的 时机点上推上台面 有哪个期限点特别值得留意 那我稍微说明一下 我们在今年的12月11号 已经领了那个二阶公投的一个格式 所以从12月11号已经可以开始联署 那我们虽然说联署本来照法定的旗程 可以有半年的时间 但是因为我们非常希望能够 在明年8月28号就参与公投 因为如果错过这次还要再等两年 那再等两年我们就觉得 才会受到伤害更严重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在预计 三月中送件 那三月中送件 大概要35万份 所以其实我们不可能到三月才开始整理 所以我们很希望如果 有愿意支持帮我们联署的朋友 尽可能在二月底前寄回来 那当然如果到二月底之后 你还有陆续有继续联署 还是可以继续寄回来 当然我们的目标就是 从三月中送件 然后二月底之前 尽量把它寄回来 那三月因为公投的话 是年满18岁的国民 然后在台湾 不是20岁 对是18岁 而且注意尤其是小朋友 就是刚满18岁或快要满18岁 你是在明年的三月中 满18岁的人都可以参与公投 然后要户籍是涉及在台湾 就我们的第一个是要有我们的国民 然后你的户籍也在台湾 就是说如果你的户籍已经迁到其他国家 可能就没有办法参加 但是只要你户籍在台湾 就是可以参加 那有些人会说 那我中间有搬家怎么办 我到底要填新地址或旧地址 那都是没有问题 就是即使有搬家 因为那个政府在核对的时候 你有涉及过地址 他是会承认的 所以不需要担心说 我要填新旧地址的问题 只要你在明年的三月中 年满18岁的中华民工 国家的国民都可以参与连署 那希望尽量在二月底前寄回 那我们三月中会送件 所以如果稍微有点 三月初还想寄 也是可以尽量寄回来 那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在明年的 八月28号参与公投 然后连署的部分 其实是一定要值本 就目前说政府是还没有把 那个线上连署的机制建立完毕 所以虽然有点麻烦 可能还是要拜托大家 把那个连署书可以上网下载 但是要把它印出来 然后亲自的填写 那填写的部分的话 签名栏 签名栏一定要亲自签名 或是该章 那其他资料 如果说有些长辈写字 比较不方便的话 可以帮长辈填其他的资料 但是那个签名的部分 一定要他本人亲自钱 那其他的资料如果说他手比较写字 比较困难 可以只要他同意的话 还是可以帮他填写 可是签名跟用意要亲自做 对 对这其实都是那个公投 虽然离我们那么近 但是他当中还是有一些必要完成的ABC 那我听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说 三月中旬要拼到35万份的这个连署书 听众朋友35万份 然后中间卡了一个过年 大家都在那边 先是忙着这个开关案子 然后之后是忙着在那边过年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其实这个大唐藻礁 我们是民众是可以亲近他的吗 会不会成为一个过年的新热点 大家来看看 稍微说 因为目前是在施工作中 所以这个中油是把它围起来 所以现在大家没有办法靠近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 如果保存下来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 因为一般我们想要亲近海洋生态 可能有的人需要会具有潜水的能力 或者说至少你要会游泳 可是三间 我觉得说大寒藻礁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它藻礁 它是有很多的潮池 就是它那个胶体是软软 然后它有非常多的潮池 那即使是不会游泳的人 他都可以在那个潮池体旁边 然后去观察那个潮池里面的 各种非常丰富的生态 一些像那个凶猛球腹系 然后红肉啊 鸡胶是那些潜满 就各种的很多生物 小时候海洋生物在那里面 就它是很适合大人带小朋友去观察 做生态观察 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对不需要 会什么游泳啊潜水 就是一般的人没有特殊 很特殊的装备 就有办法去观察的一个 很珍贵的生态系 那我们是在说 确实我们这次公投非常困难 一来是时间非常的短 从12月11号发起 就是说开始二阶公投 然后到那个到三月中要送件 其实期间非常的短 大概是两个多月左右 两三个月左右 非常非常的紧 紧的时间 但是然后又跨越过年 但是我们很期待过年 因为过年就是大家亲朋好友 大家会聚会的时候 我们很希望 如果说今天听众朋友听到 你有意愿想要来保护这片海洋 你一定要趁过年的时候 跟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 你就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连署 有一天你们如果把 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海岸保护下来 那将来说长大 如果说他留下来 也许以后你家人一起去到这片大谈 或者说你带着你的小孩 未来的小孩一起去大谈 就是跟他说 这是爸爸妈妈帮你们留下来的海洋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他在这里已经七千多年 那我们很希望这片海洋 可以继续留下来 那我们也很需要所有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努力成全这件事情 就是一起来为我们国家保留 一个很美丽的海洋 同样都是跟就是能源转型 或者是环境议题高度关联的 另外一个公投案 已经确定8月28会就是推上台面的 那就是说您是否同意 核四起风商转发电 听众朋友这个其实里面有很多个动词 我要留意起风然后商转 然后直接发电这样 那您如何看待此案 我稍微说明 其实我觉得这个主文是有点小误导 因为核四它事实上在封存前 它是还没有完全完工 大家应该有印象 当时是说一号机的话是不施工 然后先安检 然后二号机的话是先就不施工 然后之后就封存 所以它其实是没有完全完工 这个部分其实在原能会的网站 是可以找到资料 它还没有完全的完工 那尤其是它的二号机 因为它那时候遇到零件停产的问题 因为核四实在盖太久 所以它很多的零件 它订制的零件 厂商都已经不再生产 听众朋友1980年代就开始盖 可以可想而知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半世纪都快要过了 对它零件停产之后 它买不到零件 可是一号机有些零件就是坏掉 老旧坏掉 然后它找不到新的零件 它就拆二号机的零件 我记得那时候读员能会知道 就是二号机有五百多个零件 被拆到一号机去用 而且有一些装上去 还是有裂痕的旧零件 所以你可以想象它是这种 就是它被评那么的缺乏的一个状态下 那其实它是没有完全盖好 尤其二号机很多零件都被拆去装 然后一号机它也有很多问题 还没有解决 那之前台电有说 如果核四将来要续件的话 是需要N加6至7年 那所谓的N 就是不知道的一个数字 N年又N元 有没有就是钱跟那个时间 都非常的难以估计 我稍微说一下 因为我是看台电的解释 它是说因为它的厂商已经解散 所以要把那些团队整个找回来 是不容易 因为核电厂并不是任何人都有办法 它还是需要特殊的技术 所以那个厂商解散 它要把它找回来重新议员 那其实需要花蛮多时间 台电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所以是用N年来估算 不知道多久 然后第二个它很难的问题 是那个解决零件停产的问题 因为核电的零件它这个 就它都是定做的定制的零件 所以它有些零件没有 然后厂商停产 你要再重新恢复生产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台电也不知道要花多 所以还用N年 那6至7年是它还有很多的程序要跑 就是说你从 已经已经封存了大概快五年了 然后你封存那么久的期间 你又要再重新运转 你有很多程序要跑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福岛核灾之后 其实全世界的核电厂都被要求 说你要改善你的一些安全的一些设施 而核四当时是还没有进行相关的改善 就进入封存 所以如果你要重新做的话 那事实上也是需要花蛮多时间 去改善它的相关的一些安全要求 甚至金钱的投入 我相信也是很可观 可能比重新改做其他的电厂 还要来得更久 那所以第一个是 我们认为它还没有盖好 去建还要N加6至7年 所以事实上是赶不上 2025的能源转型 那第二个话 其实我们认为 没有核四 就是说没有核四是不会缺电 我们从很大我很小的时候 台湾念书的时候 就是说政府就一直 就是说核四每次说要盖 都说没有核四会缺电 可是这样子含了几十年 其实也没有发现 没有核四会缺电 那政府之前 他们所预计 2025那个被转容量到17点多 是计入是算说所有既有的核电厂 都都一一除一 然后核四也没有计算状况下 还有17点多的那个被转容量 被用容量 所以我们认为说 其实没有核四 事实上是不会缺电 那我当然知道 也许有些听众朋友 他就觉得说 就算没有缺电 我还是觉得一定要有一个 更多的电力 他才会安心 那我们认为 就算你要增加电力 也应该说 宁可说是 冲显去续建 这个当初有争议的核四场 那你宁可 如果你真的还是觉得 一定要很多电力 才会安心 那也应该是用再生能源 像台电以前有提过 说想要去研究地热发展 那其实地热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相对稳定的再生能源 就是如果开发的话 它是比较没有那种间歇性的一个问题 听众朋友 那个地热是可以算是少数 或甚至目前科技所理解的 唯一一个机载电源 它跟就是所谓的核能发电 燃煤发电 是同样的道理 不是像那种间歇的这种绿能 有时候大家说天空不作美 风不合 日不利的时候 就可能不容易发电 当然可以倚靠 现在科技的储能的设备 所以这个地热也是一个 值得关注的议题 没有错 因为尤其是我们台湾的很多经济 是仰赖出口贸易 那你做一个出口贸易国 其实我们现在很缺的是 再生能源 而不是核能 就是你光是有能源还不够 因为其他当世界各国许多的国家 都会要求说你的供应链 是必须使用再生能源 那台湾如果有足够的再生能源 其实是对我们的未来的一个经济发展 比较有帮助 所以我们认为 今天如果核是要续建 也应该是把它改建成 再生能源电厂 就是是 然后让我们台湾有更多的再生能源 而不是去用 回头去用 拥抱核电 尤其是核电 它如果要达到安全性 在金钱的投入 跟时间的花费 可能是很长的 可是再生能源的话 它第一 因为它没有那种安全的担忧 然后再来是 它比较能够快速的兴建 而且它对台湾的 那个未来的竞争力 也是有帮助 那我其实还是要再提醒大家 就是核四当初 今天会走到封存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它的安全性 让大家有非常多的担忧 那包含说 它过去有发生 大量的违法变更设计 其实在圆能会 网站上都看到 违法变更设计 一千多 想起那时候 圆能会对台电开发 台电曾经去打行政诉讼 后来台电败诉 然后那时候把院判决 是认定说 它这样的辩论设计 事实上是有安全上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 它有很多的不按图施工 就是说 你大家都知道 你盖一个工程 应该是要按照图什么画 你要怎么施工 其实它不但自己违法变更 设计有很多的不按图施工 然后也有很多 施工品质不好的 第二名说那种乱汉机 就是很多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 它多次的泡水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买二手车 最怕买到泡水车 泡水车经过整理 可能也是可以发动 可是可能不小心就泡毛 那和市场就有知道 光是台风的 新乐客台风的时候有泡水 然后还有因为人为舒适泡水 还有设备故障泡水 就是它泡水过很多次 然后它也火烧过很多次 而且每次火烧的理由 我都觉得蛮荒谬 有次是说环境温度太高 还有次是下雨天雨水 深入跑进去 然后让它烧起来 然后或者是有次说 是控制禁电引起 控制卡变成失错 就是你读员能会那些报告 你都会觉得 这个电厂发生太多 光怪陆离的事情 就是它的安全性 除非整个打掉重座 以它过去那样的一些问题 其实是很难让人家安息 可是如果打掉重座 我们认为不应该盖核电厂 应该要改成再生能源电厂 对于各位听众朋友而言 我们所想象的 想到何事 其实大家都先想象的 就是说 这是我们人民的血汗纳税钱 但是我们在考虑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同时还要在台面上面 那陈伟刚刚听到了几个最关键的议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不论你是挺核电或反核电 都不能绕开核安 可是听众朋友 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 就是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 在施工的层面的所谓的弊案 那这个都是已经政府自己公开承认的 更何况其实它是在那个 经过了2011年的这个 日本的这个311大海啸之后 全世界的核安都已经提高了一个层次了 那目前核四这个是还在旧规制的 对他还没有改 原来会有发行文稿说明过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这是应该蛮确定 对所以那听众朋友 那个我们都知道 九二一大地震之后 那我们的房子的这个抗震的系数就提高了 这个是法规上面所规定的 连我们自己的所居住的这一种 就是一般的所谓的建筑物都这样 更何况核能电厂 里面还有核废料 听众朋友如果以后真的启用 还会有核废料的那个议题 那个核能的外泄会造成的伤亡 不用我这里多说啦 那第二个层面也是要跟大家 厘清的关键点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核四不等于核能 因为听众朋友您可能会想说 核能其实在过去台湾的半世纪的 经济发展上面所带给我们的印象 它是相对还称得上是 稳定安全的供电 当然我们有核废料的议题 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是既成事实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 可是核四听众朋友他在建的时候 跟那个合一合二合三碰到的难题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难题已经不叫难题了 那个难题是叫做弊案 而且我们接下来 如果真的你要起风 还走到了发电 起风是一回事 走到了发电 你真的要面对的叫做恩年加恩元 这个陈伟其实在其他节目 观点会客室的其他节目当中 已经为您邀访过当事人和专家 都有谈到说厂商解散 到底要怎么办 买不到零件 现在那个核四像一台拼装车一样 又是泡水车 又是已经火烧过的车 这个东西真的安全吗 好 然后还有第三个 其实是目前国际减碳当道 这个陈伟随便讲 至少有一个活动 大家都听过 叫RE100 就是你看看你现在 在你桌上看到的笔电 手机 然后那个你的耳机 然后你的各样的那种 就是高科技制造业会用的这些东西 其实国际的大厂 都已经要求要使用到 它的生产电供应电 要百分之百的用绿能 那国际的减碳当道 其实相当的挑战 台湾以出口作为命脉的这个经济 你要想想看我们的大厂 如果没有办法在台湾 拿到使用到足够的绿电 很有可能会转单 很有可能就接不到 那个国际的这些大厂的 这些单子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重大要面对的挑战 台湾的绿能到底够不够 有没有起来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环保议题了 这个已经叫做 够百多的事情了 跟你的工作有关 跟那个台湾的经济 会不会好有关 不过我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台湾 满野新族生态协会的律师 她同时也是大谈 藻礁义务律师团的律师 蔡雅寅律师 在我们节目中的分享 那听众朋友 今天我帮你们一开始就问的 这个关于真爱藻礁公投最重要的 您可能会有的两个疑惑 哎呀 签纸来得及吗 还有宫电 这个我们如果再签到另外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供电安全 这样安全吗 刚刚其实蔡律师都已经很清楚的说了 这个公园院长曾经发表过 其实在台湾一年 数以千万计的这个时间当中 所谓的高峰用电 大概就两百多个小时啊 那其实在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 我们的印证 应该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看到就是目前国家 还有能力去调配 使它达到备用容量 到达百分之十五 那这个供电安全 我们在过去的2020年 这些今年看起来 在大潭这里恐怕呢 是一个海向超不稳定 然后恐怕如果真的要 这里变成一个厂 它的投资CP值特小 然后它的那个工作船 现在就常常搁浅了 更何况以后是载着燃气船 还有就是到时候我们这个腹地呢 它的这个公共安全 会不会我们成为了下一个 篱笆嫩大爆炸的风险 高风险地区呢 会不会复制这个呢 其实都是我们要思考的 我今天非常感谢蔡雅寅律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蔡律师 谢谢主持人 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这个节目是由NITS Radio 跟台大风险中心所共同制播的 我是陈伟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下周再会 拜拜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